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哈勒老師 今天要介紹 Dyson 的直髮器 我會用這個直髮器來教大家一個簡單的韓式造型 它的面板蠻特別的 是蒙銅合金面板 然後它有一點點彈性 所以我在挑這麼大一區的頭髮來夾的話 它都不會跑出來 我們底下這一區的方式 就是先夾直 然後尾巴有一點點彎度 大家可以看到這夾出來的頭髮的光澤 真的變得很亮 自己在家裡也蠻好操作的 然後之後我們再加一下 然後先轉一圈 然後慢慢的往下拉 就可以知道我們要的那個捲度 雖然它叫Dyson 直髮器 可是因為它的這個外型的構造 有這個弧度 所以它很好做成這個捲度 因為它這個表面的溫度 剛好可以替我們的頭髮降溫 所以拉出來的光澤跟捲度 都會有 有沒有很像熨斗 剛剛的頭髮進去出來 全部都變亮的 然後最後最後 稍微用梳子 撥一下 梳一下 是從我們要的形狀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通常完成 大家都會忘記關電棒對不對 那這支直髮器 你只要沒有使用它15分鐘 它就會自動關機 我覺得這點做得很好 我覺得它 光是沒有線這一點 就已經很厲害 就已經很棒了 真的非常非常貼心了 就像我常常要衝去很遠的地方 幫模特兒 只是為了捲一個捲度 我覺得沒有線這點就完全解放 我覺得這點也是非常非常棒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 謝謝 謝謝